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爭霸的是 英、法、俄、日、德、美、陸國 戰後德國敗北、沙俄消亡 法國就忙於醫治戰爭創傷和處理歐洲事務 因此在亞太地區就形成了 英、美、日三國各族爭霸的局面 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主要矛盾是美日矛盾 大戰期間日本趁歐美國家忙於戰士之機 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和太平洋上的殖民權益 形成了遠東和太平洋地區事實上的獨霸局面 從而加劇了列強姦的厲害衝突 美、英、日三國在亞太地區展開的激烈鬥爭 主要表現在三國的海軍軍備競賽上 美軍看得出要在海上獲得優勝 還需要花點時間 就想通過外交途徑來制約競爭對手 1821年8月11日美國正式向遠東和有利害關係的八個國家 應、日、中、發、義、比、河、蒲發出邀請參加華盛頓會議 1921年11月12日華盛頓會議開幕 美國在會議中居主導地位 列入會議正式議程的問題有兩項 一是限制海軍軍備 二是太平洋及遠東問題 經過三個月的爭吵 會議於1922年2月6日閉幕 會議締結了七項條約和十二項決議案 主要有四國條約、五國海軍協定、九國公約 以及中、日、解決山東問題原案條約 美國主張廢除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問題雖然未列入會議議程 但是一戰後 英、日、同盟成為美國爭霸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障礙 因此美國將廢除英、日、同盟視為自己的頭等大使 經美、英、日代表私下初相和法國同意 1921年12月13日 四國共同簽署了《關於太平洋區倒序屬地和領地的條約》 簡稱四國條約 條約規定 帝約各國相互尊重他們在太平洋區域內 倒序屬地和領地的權利 與上述權利遭到任何國家侵略或威脅的時候 帝約國應進行協商 以便聯合或單獨地採取對付措施 條約生效之後 英、日、同盟應與終止 四國條約以體面的形式埋葬了《英、日、同盟》 這是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大勝利 華盛頓會議在巴黎和會的延續 它在承認美國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佔優勢的基礎上 建立了戰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亞太地區新的國際關係結構之後 被稱為華盛頓體系 由凡以賽體系和華盛頓體系構成的帝國主義國際關係新格局 標誌著帝國主義戰勝國完成了全球範圍內對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 史稱凡以賽華盛頓體系 它調整了帝國主義的關係 暫時緩解了他們的矛盾 而且鞏固了他們的既得利益 開始局部瓦解 1939年9月 德國突襲波蘭 英法對德宣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這個體系徹底崩潰